石川縣七尾市位於能登半島的東南側 通往這裡的道路幾乎沒有一條是平的 看到類似這樣的場景 在我背後其實這一大片的柏油路 現在都已經塌陷了 而且這個長度其實是長達將近50公尺 原本從金澤到七尾 只要一個小時有10分鐘車程 現在得花上兩倍時間移動 而且沒有其他交通選項 因為連電車都在地震後動彈不得 至於當地知名的河藏溫泉 招牌的溫泉旅館嘉賀屋 如今變成這副面貌 大家等過畫面應該可以看到 在嘉賀屋的外牆 這個旅館的外牆 是可以看得出有出現裂痕的狀況 而且除此之外 很多房間的玻璃的窗戶 其實也都被當時地震的搖晃給震碎了 不只外牆有裂痕 嘉賀屋的門口也因為地表隆起 拉起了封鎖線 室內更是一片淒慘 嘉賀屋在週五宣布 連同周邊的姐妹飯店在內停業 到底地震發生當下有多可怕 七尾人這樣說 原本可以開心和家人慶祝的新年假期 如今房子卻是倒的倒 塌的塌 七尾人現在只希望 春天快來 魚圈快走 好讓他們可以重新生活 TVBS新聞 楊欣波 郭佳玉 在日本七尾的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